是外国式的福兰,跟我们中国沙盘上写字的很类似。 Til the 反斜线 在民国初年,大陆上福兰的风气非常之盛行,好像在学术界里也曾经研究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在初学佛的时,后,曾经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我的老师,张家大师。 大师告诉我,福兰有这个鬼神。 降谈,这个是确有歧视,不是假的。 这一些鬼神,大多数,绝对的大多数,冒充。 佛菩萨,古圣先贤名义来降谈。 其目的也不算坏,因为这些灵鬼,他们也想修缠。 记得,如果用他本人的名义,那真是世间所谓的人为言轻,纵然降谈了,大家。 不相信,所以他就冒充佛菩萨的名义来降谈,其实决定不是佛菩萨。 那么他呢? 这个大主义,也是归过劝善,劝免大众相信因果报应,断恶修善,劝人做好事。 这是他自己在修善也。 至于灵验上来说呢,小事情很灵验,为什么呢? 这些灵鬼。 有神通,他这个神通能力很小,所以你要问最近几天的事情,他跟你讲得很清楚。 你问两三个月之内的事情,他有时候也很正确。 但是你要问到几年以后的事情。 一年,两年以后的事情,他往往就不负责任,胡说八道了,这个就靠不住。 因为 他的智慧有限,他的能力也有限,他的缺点乃是强不知以为之,这个是他的毛病。 Tilter反邪线 张家大师告诉我的,满清王国就亡在扶轮上,这个是罪于吃不过的事情,因为 当年慈禧太后相信这个事情,所以满清这些王公大臣遇到国家重大的事情,无法。 决策了,就来扶轮,请神仙来指点,请这个佛,神仙来指点,于是呼指点得把他的 的国家给灭亡了。 所以张家大师告诉我,这个事情是有,但是不能相信,不可以。 相信。 那么我也确实参与其事,去仔细地看过很多次,有些是真的,有些靠不住。 而这些东西曾经有一度被这些野心分子所利用,就是白莲教之流的,利用这个,来号召于吃的老百姓来作乱,那这个是罪业就深重了。 Tilter反邪线 那么还有,也有极少数极。 少数是真实的。 譬如也许有很多同修读到西方确指,那么我印的这个本字,这个。 经本字末后一篇就是西方确指。 这一篇文章也是浮轮浮出来的,但是我们自实至。 中,看看里面所讲的,确实是佛法的正理。 不但是正理,而且是相当的纯。 正他。 做到了,与净土法门这些道理方法,完全没有违背,这一篇东西确实是菩萨降临。 的,他里面也讲得很清楚,这是劝修净土的法门。 所以我们对于鸾谈这些东西。 最好像孔老夫所说,尽鬼神而远之,为什么? 灵鬼,他也是众生,既是众生,当。 然他也有佛性,所以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要礼敬他,我们不需要亲近他,更不需。 要去信他,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态度。 那么如果你要喜欢接近呢,那你一定要记。 住正法的原则。 换一句话说,他所讲的是不是正法。 如果为正法法应所应定者,就是与正法的精神,意趣,宗旨,修学方法不违背而相同的,我们可以信得过。 可以依照这个办法来修学。 Till the 反斜线。 譬如西方却指,他给我们讲的修净土这个方法,值得。 采取。 他这个念佛的方法,是以一天分为十二时,这是按照我们中国过去这个时。 乘来计算,子丑银卯乘四五位身有虚害,那么一个时辰等于现在的两个小时。 是。 以一个时辰为一堂功课,这一堂功课的做法,它的办法是一卷弥陀经,七遍往生。 咒,一千身佛号,一百拜佛,这个办法确实是好。 个人修,直接了当,团体在一。 快供修,又不麻烦。 我觉得比现在有许多地方打佛妻那个方法还要好。 为什么呢? 他有静,他有动。 。 譬如人坐久了,这个坐久了,他要不昏省,就掉举,掉举式。 心里头望念七上八下,会有这个毛病。 那么他念诵的时候不多,一卷弥陀经,七。 便往生咒,一千身佛号,站的时间不多,你这个心确实可以定下来。 到定下来之。 后了,譬如说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感觉到腿子有点麻木了,坐了有一个小时了。 可以起来活动活动。 活动活动,怎么活动呢? 拜佛,拜阿弥陀佛,起来拜一拜。 拜。 那么这样一堂功课下来,差不多是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四十分,当中可以休息。 二十分钟,然后再接着第二堂功课,每一堂功课都是这样。 所以你一天,做一堂。 也可以,你早晚功课照这样做,一天做两堂也可以。 如果你没有事情,年岁大了。 退休了,没有事情,你一天修个四堂,五堂,六堂都可以。 在精进佛期的时候。 二十四小时里面不间断,我们做十二堂功课,那也很圆满。 所以他这个办法,我。 我成立了图书馆之后,我们图书馆一个共修会,就采取这一个办法。 用这种方法来进修。 所以我们念佛会的课程很简单,就是一遍弥陀经,七遍网。 深咒,一千身佛号,一百拜佛。 我们的修学方法就是依据西方阙子来制定的。 那,摩这个就是讲他可信不可信,一定看他的内容,与佛法有没有违背,有没有抵触。 要从这里来看。 所以佛法这个心量是广大的,不是很宅小的,对于一切问题并。 不武断,任何人说都可以,只要你说的这个方法原则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承认。 都接受。 譬如人家问什么是佛法。 佛法讲界定会,如果他那个地方不是佛教,是。 其他宗教,他也讲界定会,我们就可以承认他是佛法,他所讲的,那就是佛经。 因为经有五种人说,不一定是佛说,这比一般的宗教,这个心量大的太多太多了。 这个是佛法值得我们敬佩之处。 我们学佛的人也要有这种雅量,要能够包含一。 切。 Till the 反斜线。 像几年前,我从香港回来以后,在中国佛教会大专讲座里面,起讲了凡四训。 那么诸位晓得,了凡四训不是佛经,是原了凡先生对他小孩的四篇训词,家庭四。 训,他的家训,我给学生们讲这门课。 接着又讲感应篇,那么大家更明白,感应篇。 是道教的,不是佛教的。 Till the 反斜线。 在更早些年,在民国五十一年,我在大西关地庙讲过文。 昌帝君英志文,道教。 曾经有法师来质问我,说,法师你在佛教道场里面,讲佛经。 不好吗? 为什么要讲外道的经典? 诸位要晓得,什么叫外道? 什么叫不是外道? 这一点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佛法里面所讲的外道,心外求法就叫外道。 纵然不是。 佛们,他们那个道不是心外求法,那不能算外道呢。 如果说它不是佛教的经典。 我们就不能看,我们看了就犯法。 这是偏见,这是狭义的意识,这一种之见不能。 成佛。 为什么呢? 这是迷惑颠倒。 所以我就回答那位法师,我说,法师我请教你。 佛门里面常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是诸佛教。 这个四句话你成不成? 认。 他说我承认,当然大小成经典里面都有。 我说这四句话是不是佛教的法应。 是,可以算得上是法应。 那好了,文昌帝君英志文,感应篇,了凡四训,里面所。 讲的是不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 这一个法师很聪明,听我这么一说。 他脸就红了,一句话不说。 Til the 反斜线。 所以我们看世间一切的典籍,只要他内容所讲的是。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就可以把它看作佛经一样,可以读,可以讲。 可以研究,可以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那有什么不可以呢? 别的宗教